你当了女神林小可七年舔狗 舔到极致 只因为女神生气的 你就在苏测楼下冒雨战了一个小时 但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所以今天你要跟这一切做个了结 带着手捧玫瑰站在操场上 看着全校功能最漂亮的少女朝你走来 你并不想当众表白 觉得这样有些倒得绑架 还未成为吃瓜群众的热子 可你更不想被林小可再次糊弄 上一次告白是在告终 林小可说要以学业为重 你竟然信仰为真表示理解 甚至放弃了对其他城市的向往 来到了林小可同样的大学 可后来你发现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改变 这一刻你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毕竟一男一女认识几年都没进展 就说明两人之间基本不可能 两人从小认识也算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你本以为被当众告白的一方会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林小可那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 也让你彻底的心碎 你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众多追求者之一 没有任何特殊 林北你已经追我七年了 都这么久了 你还没感觉到我根本不喜欢你吗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吧 你再提这件事就把连朋友都没得做 说完就转头离开 你只是抬头看着天空 出乎意料的平静 随后步步周围人的目光 突然对着林小可离去的背影大声喊道 林小可我喜欢你 喜欢你七年了 但是以后不会了 随后你也转身离开 留下一点懵逼的吃话群众 这就结束了 此刻的你除了悲伤的情绪涌上心头 还有说不上来的解脱 不喜欢这三个字 是比家境 浓貌 以及性格更难愉悦的鸿沟 好兄弟林木安慰道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本来你的长相也不差 而且不是长得好看 就没有烦恼 哪次林小可遇到困难 不是一个电话就把你喊道 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就让他头疼去吧 一会儿人带到林木 早已预定了火锅店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的追问 先不追啦 在得到你肯定的答案后 他才放心的大怪多疑 就算你也准备享受美食 一道银声 就突然传来 看到来电人后 你的心里也不禁颤了一下 林小可竟给自己打来电话 你不相信是回心转意 打算接受自己 所以这通电话一旦接了 那么今天的告白 就等于没有发生 两人又会变回以前 你依旧要卑微的 跟条狗一样 一点回应 就会欣喜懦狂 所以 关机 不接了 这是你第一次 不接林小可电话 而他却挂了你 无数次电话 有时候不接电话的理由 只是心情不好 林小可没想到 你竟敢不接电话 只是拒绝你而已 至于这样做吗 凭什么不接电话 之前 明明也拒绝过啊 当朋友就很好啊 像之前那样不行吗 林小可忍不住了 穿上衣服 就要出门质问你 可走到门边 又走了回来 傲娇的性格 让他坐不出去找一个 不接他电话的人 林小可的设有语情 看不下去了 以前高中发生的事 他们不知道 可光认识林小可之后 他们都见到了你的付出 一个电话 不管几点都会赶到 每天给林小可送饭 就连生理期 也有红糖浆茶 为了做林小可爱吃的菜 你还特地去学习 表面林小可是班长 和基本所有事情 都是你替他处理 这么好的男人 不珍惜就算了 干嘛 还要去伤害呢 林小可不知道的是 他刚好的性格 很容易让人误会他 开学的时候 整个宿舍的人 就因为林小可的性格 而吵过架 最后 还是林想方施法的条件 才让三个室友 解开误会 和他讲处 林小可对身边的人 都很大方 只要了解他的人 都知道他为人不坏 是个可以深交的好人 但就是在对男女感情上 尤其是对林北 简直就跟一个白痴一样 把所有的好 当成理所应当 而且他本能没有发现 其实他根本离不开 林北的照顾 当然这句话 雨晴不会说出来 否则胳膊肘 往外拐太多了 可说的再多 看着林小可 那堵着水的模样 雨晴知道 他根本没有停进去 顿时有一种 皇帝不及 太见急的感觉 这样下去 会出大事了啊 可就等雨晴 还想再说什么时 林小可衣服都没脱 就转进被窝 所以念叨着 我再不喜欢他 以前不喜欢 现在不喜欢 以后也是 对林小可 以前是真的有爱有气 所以幸福再多说什么 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劲 未经事实的林小可 则失去了林北的保护 需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 一定会后悔的 而林小可则笃定 你一定会回来找他 就像以前那样 认识那么久了 他觉得自己很了解你